法國參議院歐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貝勒發 跟法國參議院訪團成員一一打招呼 副總統賴清德除了表達感謝之意 也期盼法國國會和政府 能持續關注印太區域的和平安全 當台灣受到中國打壓的時候 我們不會挫折 也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我們得到國際社會支持的時候 也不會造勁 我們希望民主和平 是普世價值 大家一起來努力 這是近一年來 法國國會四度組團來訪 也是中共軍演後 首個歐洲代表團 雙方就台法科技創新 供應鏈合作 以及印太區域局勢等議題交換意見 當世界需要一條新的 值得新來的產業鏈的時候 那台灣願意扮演 積極正面的角色 來跟法國政府合作 共同讓新的產業鏈 能夠形成 貝勒發議行人隨後到立法院參訪 拜會院長尤錫坤 期待新的台海局勢 雙方能有更多發展 媒體提問行前是否收到中共警告 貝勒發表示 沒收到來自中共使館或是媒體上的威脅 但社區網站上確實有一些評論 另外貝勒發也肯定 台灣在印太地區的角色 新唐亞太電視 曾一豪 詹勇如 臺灣台北報道 臺灣台北報道 臺灣台北報道